大家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這本書 明明白白的寫作《中國式管理》 而且看完以後 也有很多的回應 因為他覺得 我們實實在在就是照這樣在走 我們覺得 怎麼樣實施《中國式管理》 他是有他一套步驟的 不是說我想做我就做了 因為我們從事管理人都知道 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計劃 然後才按部去實施 同時要不斷地去檢討改進 我想要實施《中國式管理》 也要按照這個方式來進行 所以我們提出的第一點 就是要先端正觀念 因為人是觀念的動物 管理它是一套管理行為 這是沒有錯的 但是一個人會表現出 什麼樣的管理行為 就表示他腦海裡面 有什麼樣的管理觀念 有了觀念就會表現出 這樣的行為跟態度 有了這樣的行為跟態度 就會造成很多管理的不一樣的方式 我們總裁是最要緊的 但是很多人跟我講說 哎呀總裁魅力學啊 我翻了一下是寫得很好 但是我不敢買 我問他你為什麼不敢買呢 他說我不是總裁啊 我不是總裁我去看總裁魅力學 不會引起人家笑話嗎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總裁固然應該看總裁魅力學 但是總裁之外 其他人更應該看 什麼到底 因為你才了解 我們總裁是怎麼回事 導演幹部不了解總裁 那你怎麼當好幹部 我們這本書 主要是寫給那些沒有當總裁 或者以後準備當總裁的人看 但是我們是提供現在當總裁的人做一個參考 如此而已 這本書它的重點是什麼 其實就一個字啊 就叫無啊 就叫無 那很多總裁也偷偷跟我講 他說你那個無啊 就是什麼都不做 那我企業這麼大 我忙都忙不贏 怎麼可能 什麼都不做呢 你會發現這種話 剛好是相反的 第一個 無不是什麼都不做 無是要做到很多事情 你才會無 而不是做到一等它就會無 不是 無不是沒有 我們常常把無看成沒有 那你就糟糕 第二個 規模越大 你越需要無 你越需要無 好像規模小的 你自己去做都還可以 我們都知道 無是很大的學問 很高的智慧 那這個東西呢 你必須要靠整體的運作 你看我們為什麼有一個中國式組織行為學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整個的系統 我們是從 無 人 跟有 三個來組成的 你看基層一定要有有 基層不能無 不能無嘛 有能力 而且要表現出來 你看這部分是不是跟美國人一樣 一樣 所以基層的員工啊 他一定要有能力 他一定要會表現 他一定要好好把工作做起來 他一定要遵照制度 這是沒有錯的嘛 這全世界都一樣 但是我們人擺在這裡 就表示幹部要能幹 如果幹部不能幹 這個幹部能做什麼事呢 但是你會發現老闆是不能能幹的 老闆一能幹就叫幹板 那不叫老闆 老闆為什麼要無 很簡單啊 就是因為你一個人管不了 你看看小公司你自己管 那你很能幹可以 可是當你公司很大的時候 你根本就管不了 當一個人弄得筋疲力竭 都還管不了的時候 那你只好靠幹部來幫你管 所以很簡單一句話 我們說可靠可靠 是老闆靠幹部 不是幹部去靠老闆 我會當領導很多年 我跟我的幹部講 我說你們人多還是我人多 他說我們人多 我說你們人多就對了 你們這麼多人靠在我身上 那我累死了 我被你們一靠就倒了嗎 應該我靠你們啊 才叫靠得住啊 我靠你們 你們這麼多人被我靠 你也不吃力 我也很省力 而且很有功效 就幾句話就講完了 可靠可靠 我們一直認為說是 你靠到我身上 不對 這我靠到你身上 才叫可靠 那我請問你這套體系 是西方說沒有開發出來的 因此我們把它叫做組織情侶學 那組織情侶學它的根據是什麼呢 就這本書啊 叫霸義管理 因為我們一切都是根據《易經》的道理來做 其實中國人呢 你不要看他沒有研究《易經》 他滿腦子都是《易經》的道理 你看我們最簡單的 《易經》把這個叫做天 把這個叫做地 把這個叫做人 這《易經》最根本的叫做三財 你發現我們的老闆都像天一樣 所以為什麼以前皇帝叫天子 就是他是替天行道 他是代表天的 我們的員工他要很地道 他跟地一模一樣 很踏實 很實在 忍得住 扛得起來 而且不埋怨 你看我們把什麼東西放在地上 他都不埋怨 我們的幹部要像人一樣 要頂天 要立地 所以他要乘上 要起下 我們整個的管理 都是按照《易經》在運作 因此呢 我們的觀念一定要搞清楚 我們有一些思維方法 跟西方是不一樣的 我們有很多根深蒂固的一些概念 是西方人所沒有的 像這些西方人就沒有了 西方人怎麼會想到天呢 你看中國一講就講天人合一 那外國朋友就一百個不想 他們每次都問我天人合一 那是笑話 天那麼高 人再高也沒有多高 天人合一 我們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不是在外面合 是在心中合 在我心中天人合一 他外國人怎麼聽聽不懂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你慢慢去體會 你看天 他是無所不能 他無所不能 但是他沒有表現出來 天不講話 天 他沒有任何指示 沒有任何具體的指示 你慢慢去體會 為什麼天老爺不說話 天老爺一說話 天就完了 他就不公平不公正了 我們一直說老天啊 你很照顧我 就是因為他不說話 一說話你就覺得他比較照顧 他比較不照顧我 所以你慢慢去體會這個無 天什麼事情都做 天不做事 天不下雨的話 那都完了 所以你慢慢去了解 你看天唯一的表現就是風雲變色 所以為什麼我們高階層 越來越用臉色來管理 你不要說話 你只要臉色一變化 底下人就知道 人就知道了 因為人是很能幹的啦 人一看天上的氣象 他就知道該怎麼做 第一呢 第一他是存在所有東西 叫厚德債務 叫厚德債務 所以員工一定要學地的精神 那人呢 就在這當中做一些話 解的事情 這個話是很重要的 佔天地之話欲 佔天地之話欲 這句話 就是幹部要深深去了解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要從高層做起 那高層要做起怎麼辦呢 那你就要看到了 這叫做總裁領導學 我提醒各位 我們現在是過度管理 缺乏領導 因為我們受西方的影響 認為一切都是管理 那就糟糕了 美國人領導是管理的一部分 不是管理的全部 中國人呢 領導比管理還厲害 你看一個管理者碰到領導 你乖乖地向他報告 就是事實 你敢說我是管理者 他說我是領導 那誰到 領導到 領導 比管理還重要 我們現在是管理最重要 過度管理 缺乏領導 你慢慢從這裡可以了解到 你看我們一直在討論 如果你的幹部是豬八戒怎麼辦 我覺得那有什麼好討論 你的幹部為什麼是豬八戒 就是因為你自己是孫悟空 你一旦表現孫悟空 你的幹部再人幹也變豬八戒 是你把他們搞成這樣子 你還有什麼資格罵他呢 你慢慢去體會為什麼 中國人不容許孫悟空當老闆 孫悟空當到人幹 其實二變就是不能當領導 要去體會一下 我們三個演義裡面 你看劉備跟關公比 打一打不過關公 站起來也沒有關公像樣 但是他當領導 我們不會讓關公當領導 你好去體會一下 為什麼這樣 就是那個吳 那個吳是很厲害 吳比人還厲害 你看我們下象棋 那個將帥都是吳 他不會去吃人家 因為他不會吃人家 所以他永遠不會被吃掉 什麼最厲害 鞠馬炮最厲害 他是幹部 能幹 但是這些厲害的鞠馬炮 通通被吃光光 所以好好去體會一下 為什麼我們只有去鞠寶帥 我們從來沒有去帥寶基 沒有 西方不是說 西方你是你 我是我 沒有什麼連帶關係 中國人 誰跟誰都有連帶關係 所以我們怎麼能夠說 獨立行事職權 我們怎麼能夠說 把責任講得很分明 那根本都做不到的 你只要把這些都搞清楚 你就知道高階層先要像個樣子 孔子講四個字 君君臣臣 你領導像個領導 你的幹部自然就像幹部 你領導自己不像領導 你的幹部他就不像幹部 所以我們一直說 像豬八戒這種幹部 是很可惡的 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根本確實 豬八戒本來是很好 他碰到孫悟空他能怎麼樣呢 他被壓得死死的 所以他只好這樣吃吃喝喝過日子 幹部要當孫悟空 但是孫悟空 他一定要聽唐三丈的話 那唐三丈什麼都沒有做 可是他當領導 我們老將什麼都不做 他當領導 舉毛髮忙得要死 他當幹部 我現在說得很清楚 美國式管理 是讓什麼 讓CEO來表現 讓高層來表現 中國人比較聰明 中國人他是讓中層幹部來表現 他不是讓高層幹部表現 因為我們最知道 一表現就會出筆鬥 一表現就會冒很大風險 一表現實際上被翻掉 那你當到那麼大了還冒這個風險幹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就了解了 我們有一套人際關係是跟西方不一樣的 老實講我是很公開講 我寫這本人際關係與溝通 目的是否定中國有人際關係 中國哪裡有什麼人際關係 我們現在很奇怪 我們看到西方有人際關係 我們就很盲目說中國也有人際關係 中國沒有人際關係 我們只有一樣東西 叫做什麼 全世界沒有了 叫做人倫關係 叫做人倫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人際關係 它加上倫理 它加上個倫理在裡面 什麼叫人際關係 就是你跟我平等 我們有人際關係 中國社會根本沒有平等的 哪裡有什麼人際關係 我們有倫理 倫理是什麼 說起來很可笑 倫理就是不平等 那你說不平等還得了 沒有關係 加兩個字就好 叫做合理的不平等 你看我們是很合理的不平等 因為我們中文最聰明 平等是假的 你說做得很平等 那就是假的 就偽造的 裝成的 那叫假平等 嚴格講起來 西方人真假平等 他分不開了 他就有一個概念 平等 我們中文有真平等 有假平等 有形式上的平等 有實際上的平等 你想一看 同一對父母 生下的子女都不一樣 你怎麼平等 西方人很相信 人是生而平等 中文不相信 中文認為 人一出生就不平等 我們盡量求他合理化 叫做合理的不平等 那就叫倫理 你看沒大沒小你就完了 那人際關係就是沒大沒小啊 可是沒大沒小 你在中國社會 你就吃虧了 尤其你對老闆沒大沒小 那是註定沒有前途的 他不會講 但是他會跟你難看 他會把你冰凍起來 他會叫你沒有出息 你問他他很冷漠 他一點不關心你 你要有什麼細長 所以我們現在要了解 我們一定要有一套 我們的人倫關係學 我們對上對下是不一樣的 西方人是就事論事 這件事情是怎麼樣就怎麼樣 總統沒有 總統對上面有一套說詞 對同事有一套說詞 對部署有一套說詞 這是什麼不對 我問你這是什麼不對 你跟上面說話 你一定要站在他立場 否則他一肚子活 你再對也沒有用 所以為什麼中國人講對話老挨罵 就是你立場不對 你跟基層人講話 你要站在基層立場 你不能站在老闆立場 所以我們常常覺得 中國人好像兩邊在哪裡 討好其實不對 中國人是無法討好的 沒辦法討好 因為他警覺性很高 他懷疑心很重 你稍微一點風吹草動 他就搞半天 你在幹什麼 你怎麼討好就這樣他 我們對中國有太多的誤解 一定要趁這個機會把它改過來 我們什麼時候正本經緣 我們搞清楚我們是怎麼一回事 中國是管理很快就出來 秦賊先秦王 這句話比較不好聽 他是告訴我們 那個王啊 比底下的人更重要 高層只有幾個人 他這麼一改變 整個企業都改變 高層一改變 幹部跟著改變 員工一定改變 非常快 所以我們說得很清楚 企業的經營管理的責任 領導要負70% 就等你一念之差 你所有都抓在手上 底下的人通通是豬八戒 因為你太能幹了 你稍微放下去 他們就開始亂了 你就很擔心 問題就出在這裡了 你學中國式管理 你就能夠我放下去 放得很放心 要不然什麼叫放 放就是放心才叫放 但是他們會很靜止 做得好好的 你從以前的天天逼他 天天吹他 變成很欣賞他 謝謝 謝謝 謝謝辛苦了 辛苦了 這才是最好的領導 你看人家那個領導都輕輕鬆鬆 走到那裡 辛苦了 謝謝謝謝 他做得很好 他沒事了 你那麼勞累幹什麼 那麼多幹部都不動 你一個人在操心 那你養兵不是在打仗 養兵在看你的把戲 這個糟糕了 一個領導 觀念一改過來 很快就可以 把整個的情況改變 所以呢 我們要有一套溝通的藝術 尤其是領導 你就幾句話而已啊 你就幾句話說下去 它整個就不一樣了 我舉個例子 你把那個設計部門叫來 你說我們新產品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你就完了 你就不是好領導 美國人就這樣 美國人就問你 你那個新產品什麼時候可以給我設計出來 你講清楚 那是美國人 超鬼 我是設計人員 我演發人員 你把我叫去 你新產品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我都回答很簡單 我說要人沒人 要錢沒錢 要設備沒設備 我又沒什麼靈感 我沒辦法 你把我殺掉 我講的都是事實的 我們的資源是有限的的 你逼他有什麼用 我所輔導的公司都不會講這種話 一個領導你講這種話對自己很不利 你不會溝通 我都勸老總把研發人員主管找來 我們改一個口氣 用不同的溝通方式 我說你這個很辛苦 你那個新產品要多久 我問他多久不是多快 你問他多快他一路是活 你問他要多久 你才能研發出來 我給你一點壓力都沒有 你要多久 你說嘛 你說三年就三年 你說五年就五年嘛 要多久 你會這樣他壓力很大 專為有形的壓力 他就抗拒 我們最怕就到無形的壓力 所以為什麼領導要無 無就我們也給你壓力 你那個新產品 多久 你看我多久 哪有什麼壓力 多久能研發出來 他就很緊張 他說半年 你說半年很好啊 半年研發得出來不簡單 但是我聽說話 再加上一句話更妙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那一家公司好像三個月就要研發出來 他一聽說 哪我兩個月就拼出來 你說這樣太累了 他說不會 你看他兩個月就出來 這是不會摧毀之地 但是我們現在都沒有 不一定 不一樣不可 他回去覺得很好笑 規定 那是你家的規定 我已經盡力了 你把我殺的都沒有用 我們經常在講沒有用的話 我們經常在做沒有效果的事情 然後只覺得自己很認真很負責 白髮力氣 所以講到這裡我們就知道 高階層 觀念一改 然後你開始改變你的作風 然後三階層就會配合 就會配合 我們講就是三階層的配合 所以什麼叫做管理 管理就是配合 配合得好 它就好 配合得不好 就一團糟 你再怎麼計劃 只要不配合 你就完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配合 就是因為要把事情做好 那怎麼才能配合 就是要和諧 你不和諧 它鬧義氣 它明明可以做 它不跟你做 它跟你穿小鞋子 它明知固犯 它跟你專算 那你有什麼辦法 你氣死我該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如果從實際的狀況來看 你要失事中國式管理 你一定要把 三階層的架構把它調好 把它調好 就沒事了 基層有基層的一套 中間幹部 中間幹部的一套 那高層你自己又有一套 最了不起的 就是這個 叫做人力自動化 這全世界沒有 我也給它取一個英文名字 叫做MPA M就是Man P就是Power 人力 Man Power Automation 這個人力要讓它自動起來 其實很簡單 你外國人只研究什麼 Office Automation 叫做辦公室自動化 生產自動化 他們的自動化 其實都是在機器的層面 都在科學的層面 我們要讓人自動起來 我們長期被誤導 長期被誤解 所以中國人很被動 那就完了 什麼要不要講 各位你喜歡被動 你是中國人 你喜歡被動 我是中國人 我就是不喜歡被動 中國人最喜歡自動 你看我們自動起來 我們很不計較 我們不分奏業 我們全力以赴 為什麼 我心甘情願了嘛 我還有什麼抱怨呢 可是你給他規定 你告訴他一定要這樣 你發號是令 你指揮得很嚴密 他就消極了 因為他被動了 一個中國人被動的時候 他是很消極 拖拖拉拉 推一步 動一步 而且他根本 非常計較的人 所以你慢慢去體會 當一個中國人自動的時候 他是天地下最可愛的人 當一個中國人被動的時候 他拖拖拉拉 天地下最可恨的人 他變化有這麼大 那是你自己招惹的 所以很多老總跟我講 中國人很被動 其實我心裡都覺得很好笑 那就是你領導無方 那就是你告訴我你領導無方 一個會領導的人 會使大家自動 自動你就要無 你一有他就被動 你無他就自動 可是這個無是很高明的東西 你一無他就自動 你一有他就被動 你一符號是令他就被動 你不講話他就自動 其實講解非常簡單 但是用起來啊 那是每一個人要好好去練習 不是說聽過你就可以用的 我們把孫子兵法 用在人力自動化上面 那是最高明的一種指揮跟領導 我們三階層密切的配合 各思其事各盡其心 那很快就把功效做起來了 我建議各位仔細去看一看 中國人快起來是天底下最快的 慢起來是天底下最慢的 中國人一心甘情願做事情 那他是全力以赴的 中國人他不心甘不情願做事情 他就偷偷拉拉 他就盡力而為 這盡力而為是很可怕的 我盡力了 能怎麼樣 盡力而為跟全力以赴 那是差太遠了 會領導的人那你就要全力以赴 不會領導的人那你就要盡力而為 就這麼一個詞兒不一樣 他效果就不一樣了 中國人你要針對他的民族性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改變他 你順他的心 你好好去啟發他 他就變成世界上最能幹的人 你看孫悟空如果不是碰到唐三藏 他會那麼聽話嗎 你再派一個孫悟空 兩個人一定搞得你一死我活 一個孫悟空當領導 其他的孫悟空 他只好變成豬八戒 所以領導是孫悟空 幹部裡面那一隻孫悟空一定先死嗎 一定死得很難看 所以為什麼我們覺得說人幹的人都死得很快 就是你不會調整自己 你碰到你的領導是孫悟空 你乖乖地做豬八戒 你還活得久一點 你說不行 他孫悟空 我還是孫悟空 而且我這個小孫比他那個孫悟空還厲害 那他一定先把你幹掉 很多事情稍微一看你就知道 我們都是按照這一套在運作 而這一套真正的根據呢 就是這本書 大義管理 為什麼叫大義 就是他除了義經的道理以外 他還有義傳的道理在裡面 我們是根據道理 不要去做那個什麼 看命啊 算深層八字啊 搞這個 那是小用 那是義經的小用 搞得很熱鬧 但是很危險 我們是走大用 所以叫大義 就是把義經的道理 實際用在管理上面 那我三十幾年來 我發現中國人 他自己隱隱約約 他都知道該怎麼做 我們很亂 但是亂中有序 我們非常有條理 所以你說我們亂在哪裡 我們到底亂在哪裡 我們那個亂就是情的表現 到了最後都是合理的 都是非常合理的 亂中有序 由情入理 我們很少說 一開始就談法 沒有 所以最近很多人跟我談這個 情力法 情力法 我倒勸各位 中國人 會把法放在肚子裡面 我們不會把法放在嘴巴裡面 因為你一談法就散感情 大家都沒有面子 中文最守法 但是你要把法放在肚子裡面 心中有一把看不見的詞 就叫做理 合理解決 但是嘴巴專門講情 這叫情理法 現在很多人一定要把它改成法理情 最後自己搞得焦頭爛了 你看你一開口就這樣規定規定 你就完了 你看喝酒也是這樣 先敬你酒 不敬我就罰你 你要先敬酒嘛 你動不動就罰人家 罰就是以法辦理 敬就是由情入理 所以我們不是不重視法 而是我們很懂得把情擺在前面 由情入理很愉快 由情入理行不通在由法而理 叫做合理合法 我們先求合情合理 再求合理合法 而最後是合理解決 你什麼時候把這套用得很好 中國出關於 就很清楚 謝謝各位